孙星明把对手铲断腿当场崩溃痛苦 韩国人到底是不是故意 背后铲球导致戈麦斯失去重心的孙星明 更是被直接红牌罚下并当场痛苦 非常自质 孙星明起身后也走向了戈麦斯 在看到葡萄牙人的伤势后 吃惊的孙星明抱头痛哭起来 旁边的埃福顿队员也赶忙过来安慰他 由于被罚下 孙星明只能走下球场 很显然 孙星明的铲球是情绪化和错误的行为 但是他不是故意的 但不走运的是 韩国人的铲球导致戈麦斯失去平衡摔倒 而倒地过程中 他的脚别在了地上 腿不弯折的压力全压在了脚踝上 导致了脚踝受力 此时雪上加霜的事 随后赶来的热磁后 为奥利耶一脚踩在了戈麦斯的右脚上 双腿夹到了戈麦斯的右膝盖 然后整个身体滑了过去 导致摔倒戈麦斯的右脚踝 严重变形 而前热磁球员瑞安梅森 因为在2017年对阵切尔西的比赛中 被对手产断 造成骨折 最终在长期治疗后 不得不宣布退出竞技足球 当时恰好也是26岁